一列火车在黑夜的森林中急驰 车上有个宝藏公司的管理层人员 当他透过车窗望向窗外之时 突然一大群长着獠牙的大水质 夹在了玻璃上 海量水质很快就弄烂了玻璃和车厢 于是火车上的乘客们无一幸免于难 而造成这一惨剧的 正是此时站在山顶上唱歌的一位白衣男子 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好时 今天咱们来看生化危机 零 顾名思义本作游戏的剧情线 是发生在一代之前 但是游戏发售却是在三代之后 所以我觉得零代作品在方方面面做的都挺成熟的 是一款非常值得一玩的佳作 大家还记得生化危机一 阳管事件爆发之前 死大死先派出的B小队吗 他们本来是要去调查离奇连环杀人案的 但是当队员们乘着直升机来到浣熊市的森林时 不料飞机眼情突然废了 直升机碎掉了下去 好在机上所有人都没事 Rebecca妹子给飞行员点了个赞 就与其他队员一起下了飞机 要说这飞机都已经废了 你飞行员还待在飞机上干嘛 结果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生化危机一里 A小队发现的第一具实体就是他的 B小队众人探索了一下周围环境 然后竟看见了一辆翻倒的押送犯人的囚车 警务人员都嗝了 Rebecca查到档案 这辆囚车押送的是一名叫比利的重刑罪犯 他本来应该是被送去刑场执行死刑的 由于现场没有发现比利的实体 那么也就是说 这家伙趁着车祸逃之夭夭了 老爱同学说此番调查日午又乱入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凶手 大家打起精神分头探索吧 不是吧老爱同学 你明明知道这附近可能折服了一个危险之人 为毛还要让大家分头行动呢 然后Rebecca妹子走着走着就看见了那列火车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走上了火车进行探索 发现车上所有乘客都死了 然而他们又活了过来 Rebecca赶紧掏枪射击 打死了几只枪之后 她在一具尸体上摸到了一把钥匙 这时有人出现在Rebecca的身后 举枪指向了她 Rebecca转过身说 你就是比利吧 那个杀人如麻的凶手 比利说我没有恶意 你别找我的麻烦就行了 说完比利收起枪就想走人 Rebecca赶紧追了上去 我要代表月亮逮捕你 然而比利对这个小姑娘说的话 根本不屑一顾 大摇大摆的就走了 这时一位队友破窗进入了火车 看样子这货受了很严重的伤 她对妹子说 外面全是僵尸 你可要小心呀 说吧就挂了 Rebecca开开心心拿上她的弹药就走了 紧接着Rebecca又一次碰见了比利 而比利因为周边太危险 自己也逃不了 就说小牛咱俩合作吧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生存下去 Rebecca说 你一个杀人凶手 我凭什么相信你 另外你不要叫我小牛 你要叫我警官 比利说好吧小牛 你非要自己行动 我不拦你 你走吧 于是Rebecca自己一人上到了火车二楼 在这里看到有个人还坐在餐桌前 然后她便上前拍着人家的肩膀 跟人打招呼 其料那人的头叭唧就掉在了地上 然后整个身体瞬间化成一堆水质 向Rebecca袭来 Rebecca躲闪不及就被大量水质给上了 身危机关头 比利啪啪两枪打掉了妹子身上的水质 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有两只水质飞扑起来 还想去上比利 结果比利又发两弹将之打死 其余水质一看这货这么屌就赶紧跑了 Rebecca大难不止喘了喘气 让自己心情得以平复 然而此时从外面竟然传来了一阵女高音的歌声 是谁在唱歌 镜头给到歌声来源处 原来竟然是白衣男子 我天 这货嗓门这么独特的吗 紧接着火车不知被谁给启动了 比利说 我们得去车头看看咋回事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互相合作 否则的话 我们只会成为怪物的盘中餐 Rebecca面对这个刚刚才救了自己一命的家伙说 好吧 但是你要是敢耍花样的话 就该我不客气 接下来玩家就开始正式操作二人了 本作游戏玩家是要控制两位角色的 并且可以随时自由切换 这个设计我觉得挺好的 有很多解谜是需要二人通力配合的 你给我递个钥匙 我给你递个冰锥 解谜路上不孤独 紧接着比利遇见了一只巨大的蝎子精 这玩意儿看着很唬人 但是我们只需要在他发动攻击时 朝下方开枪就OK了 根本不用在意走位 无脑打就能过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卫毛火车上会有这种东西 由于本作没有储存箱了 而两位主角身上能带的东西又极其有限 那带不动的东西 我们可以随手扔在地上 有需要再捡回来就行了 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但其实对于那个年代的游戏来讲 这挺特立独行的 因为别的游戏都是你扔掉的同时 就相当于你销毁了这件东西 它不会留在地上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 镜头来到德尔塔小队队员这边 火车跑起来的就是他们 而派他们来开火车的人正是威斯克 而站在威斯克身旁的人名叫威廉 也就是小雪梨的父亲 同时也是生化危机2里的大boss 威廉很好奇 卫毛T病毒会从洋管泄露出来 并且还感染了距离他5公里开外的火车 威斯克赶紧捂住话筒 你少说两句 别让队员们听到了 我们赶紧把火车摧毁就行了 那么威斯克的意图很明显 他就是不想让死大死队员 知道有病毒泄露这件事 这样他才能让队员们去送死 以便采集战斗数据 紧接着两位德塔队员被水质袭击 当场丧命 然后瑞贝卡和比利来到火车头 眼下必须赶紧将火车停下 要不然火车马上就要撞毁了 当我们好不容易在规定时间内 启动刹车后 火车依然快速冲到了铁轨的尽头 然后就翻车了 车上怪物全灭 而两位主角则毫发无损 二人穿过下水道 来到了保护伞公司的研究所 这里有个人物肖像壁画 正是之前被瑞贝卡拍掉脑袋的家伙 比利说 此人乃是保护伞公司 三大创始人之一的马库斯 然而他俩不知道的是 威斯克和威廉 此时正远程监控着他们 威廉问 这俩二货是谁啊 威斯克说 女的是死大死的菜鸟心人 男的不认识 紧接着白衣男子 黑进了监控系统 对头盔二人组说 是我把T病毒散播出去的 火车也是被我感染的 这便是我对保护伞公司的复仇 正说着白衣男子 又标起了女高音 原来歌声是召唤水质的方法 并且这水质还能组合起来 变成马库斯的样子 白衣男子接着说 十年前马库斯博士 惨遭保护伞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 斯宾赛暗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俩也是参与者 你笑毛线呀 你有本事倒着弄洗他俩呗 你又不能把这二人怎么招了 有啥可笑的呢 仇人当前 而自己又无可奈何 那难道不应该是愤怒吗 这个保护伞研究所 目前也已经没有活人了 里面充斥着各种怪物 不过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要是没有敌人 我们玩啥 合不合理都是次要的 紧接着瑞贝卡妹子 被一只大武功给抓了 比利遂与大武功展开激战 不过我感觉 我怎么好像一直是在向瑞贝卡开枪呢 比利到底是在救人 还是在杀人呀 而整个过程 瑞贝卡只有一句台词 啊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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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个机器人似的 你敢不敢多一句台词啊 哪怕喊个黑要破也行啊 比利打死了大武功 瑞贝卡获救后 向比利道谢 哎不客气 其实我刚才秒准的是你 接下来我们找到两个小雕像 放在天平上 就可以打开壁画后面的秘密通道 进到里面 感觉有点像监狱的样子 因为这里就是收容实验对象的地方 这里有个很小的通风口 只能由瑞贝卡爬过去 而当妹子过去之后 不禁被眼前的各种刑具 吓了一跳 难道保护伞公司 还对人做的有这种残酷的刑罚实验 然后镜头又给到白衣男子这边 他对着屏幕里的瑞贝卡说 我已经说过了 这是我的地盘 你们还敢擅自硬闯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等一等 大哥 我想请问一下 你啥时候警告过瑞贝卡和比利了 你对屏幕说话 他们是看不见听不着的 你到底是不是现代人呀 难道你不知道 电视只能单向传播信息吗 你当人家通过电视能看着你啊 紧接着一只白猩猩偷袭了瑞贝卡 至时瑞贝卡掉在悬崖边上命悬一线 完又得靠杀人如麻的比利去救了 不过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镜头竟然又切到了偷窥二人组这边 威廉似乎是查到了白衣男子的真实身份 他说如果白衣男子真是他的话 那保护伞公司就完蛋了 威廉伽卡表示赞同 要是斯宾赛杀马库斯的阴谋被揭露的话 那斯宾赛就没戏场了 而我们俩到时候也跑不了 威廉问威廉伽卡你打算怎么办 威廉伽卡说我要跟保护伞公司说再见 只要我采集完这次的战斗数据 我就离开保护伞公司另起山头 说吧 威廉伽卡就要回去带领队员们去送洗了 而威廉则要留下来启动自爆装置 他想炸死白衣男子 这样就能使多年前的那场阴谋涌埋地下 那这段动画的信息量非常大哈 如果你没有看懂的话 可以倒回去再看一遍好好捋捋 我发现像我这种快节奏的分分钟视频 无论作者把剧情讲得多么透彻 但只要剧情出现拐点 观众就容易看懵 另一边 威廉伽卡妹子眼瞅着就要撑不住了 比利一路冲刺 终于在瑞伽卡掉下去之前 把她拉了上来 紧接着队长老爱同学 透过对讲机问瑞伽卡 你发现比利了吗 瑞伽卡犹豫了一下说没有 毕竟人家都已经救了自己三回了 这时候把人卖了 那也太那啥了吧 瑞伽卡对比利说 万万没想到 我第一次出来执行任务 就违抗了上级的命令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杀人如麻的凶手 比利说当然不是 去年我们部队在非洲执行任务 接上级指示 我们小队去丛林里 突袭当地的游击队藏身点 但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我们反被游击队突袭了 23个战友死于非命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所谓的藏身点 但那里根本不是什么游击队组织 而是一帮贫民老百姓 队长为了不空手而归 竟丧心病狂地命令我们杀光无辜的村民 我不愿意服从这种命令 就上前与队长交涉 但是他一枪拖就把我处晕了 然后他对手无寸铁的村民们痛下杀手 并且后来还在军事法庭上诬告我 说我害死了23位战友 瑞伽卡听到这儿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好人 比利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无所谓了 对于我来说要么自首接受死刑 要么一辈子逃亡 二人继续前进 比利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马库斯留下的笔记 推测白衣男子可能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孙子 但是不好意思了 比利都猜错了 如不出我所料的话 这会儿弹幕上肯定该有人剧透了 不过有些平台是没有弹幕的 那咱们就继续顺着往下看吧 接下来二人找到了一辆缆车 但这时白星星突然又袭击了二人 比利与白星星纠缠时一起掉下悬崖 而瑞贝卡则坐上电车就跑路了 喂大姐你难道不觉得是不是稍微少点啥呀 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人家比利是咋对你的 而比利现在遇到危险了 你又是咋对人家的 乘缆车来到新场景后 瑞贝卡又遇到了队长老爱同学 老爱同学问你有看到其他队员吗 好奇怪呀 他们怎么都还没到呢 瑞贝卡心说 谁让你让大家分头行动来着 老爱同学说 算了不等了 咱俩先走去洋馆吧 瑞贝卡说 不行 我必须得先找到比利 我们之前走散了 老爱同学说 算了别管他了 他自己活不了多久的 瑞贝卡说 不行我必须先找到他 你别担心 我一会就赶上你 老爱同学叹了口气说 好吧 你自己多加小心 俩人这一别 瑞贝卡就再也没见过老爱同学 紧接着万没想到 初始暴君竟找上了瑞贝卡 我擦 这是谁把他激活的 好在这时候 他还没有采集足够的战斗信息 所以战斗力并不是很高 连瑞贝卡这只娇柔的菜鸟小妹子都打不过 战斗结束后 瑞贝卡在一条地下河里见到了比利 他被水流冲进了污水处理厂 瑞贝卡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他鼓足勇气冲刺到污水处理厂 救下了比利 二人再次结伴同行 他没走多远 他们就又一次遇见了暴君 然后就又杀了一次暴君 然后大棒子白衣男子 带着笑声闪亮登场 比利问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这时白衣男子瞬间变老 显现出他原本的样貌 原来他就是马库斯本人 既不是儿子也不是孙子 而是本人 因为马库斯就没有后代 不过估计刚才 大家也已经被剧痛一脸过了 所以这会儿应该也不至于会很吃惊 马库斯说 十年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 斯宾赛派人把我给杀了 但是好巧不巧 那只被我注射了女王病毒的水质 钻进了我体内 这些年来 病毒不停地修复我的身体 然后在前一段时间 我终于复活了 现在我要向保护伞公司展开我的复仇 我要用我的怒火把它燃烧殆尽 好的 祝您复仇成功大爷 我们俩先走一步 拜拜 没想到这时 马库斯化身成水质人形态 来找主角二人的麻烦 不是 你不去找保护伞公司的麻烦 你弄这俩人干啥呀 他们就是路过这儿打酱油的呀 然而马库斯却不依不饶地 想弄死他俩 你说你惹谁不好 你非惹主角 然后二人齐心协力 就把他给杀了 马库斯呀 马库斯 你要搞垮伞公司 结果却杠上钱博斯 你说你该死不该死 紧接着研究所发生了爆炸 这应该就是威廉干的好事 马库斯被彻底炸成了渣渣灰 好在主角二人及时逃了出来 瑞贝卡看着远处的洋馆 他还要去跟同伴会合 但是临行前 他对比利说 放心我会向上级汇报 说你已经死了 说完他向比利敬了个礼 而比利也还了一个礼 面对瑞贝卡离去的倩影 比利向他点了个赞 至此之后 生化维基系列里 比利赛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据说后来 他收了一个脸上有刀疤的 光头少年狼杰克做徒弟 而杰克正是威斯克的儿子 至于瑞贝卡 他在生化维基一里 作为克里斯流程里的配角 登过场 然后就一直到动画片 生化维基复仇 才又一次登场 我挺喜欢瑞贝卡的 但是明显 他在生化维基系列里 已经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了 好吧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我是好时 每周都会更一部电影 加一款游戏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和转发哟